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要么图对手的龙 要么背对手图龙 当然以十月的这个实力来说 就大部分时候还是他图对手的龙多一些 这个长军一条龙 很过瘾 起名朋友们都很喜欢看他的棋 那么这个李东勋的话 其实是一个这个韩国实力派的一个新锐 很早就出道了 名气也比较大 其实早些年一直是被这个韩国旗舰寄予厚望 但由于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90后 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个李东勋这个很难从这个中国这个强大的这个90后的这个群体中 这个杀出一条血路 所以后面慢慢的也就平庸下来了 但其实他的实力一直是非常强劲的 在韩国等级分也一直保持在前列 那么此番这个李东勋作为这个新锐后备挑战这个长军一条龙的十月 我们看看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盘棋的实战对局 十月龙哥 长军一条龙 直黑先行 点三三 这个每盘棋不看一个点三三都觉得不真实啊 现在我觉得是 因为大部分棋手还是喜欢下新位的 因为这个AI给我们的这个胜率来看 也是新位其实还是还是比较好的啊 还是还是可以的 那么点三三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这个白棋是选了一个 这个几大掏三虫最简单的啊 最容易掌握的一个就是长一下拖线 其实我个人我面对点三三的时候 我下这个长也是最多的啊 我觉得这个简单嘛 不伤脑筋啊 反正这几个下法都差不多 你小飞也好 半连半也好啊 都差不了多少 然后白棋这个反点 黑的也是 简单的一场爱 但这个时候白棋的下法有变化啊 这个白棋没有像黑棋一样去飞啊 选择了这个更积极主动的跳啊 这个跳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法啊 这个跳的这个特点就在于呢 让下一手棋变得更大 如果这个局部 我们看这个局部 如果黑棋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将来是肩在这里啊 那如果这个局部黑棋不走 那白棋是以后是肩到这儿啊 那么这个形状 显然比这个形状 对黑棋这三个子的这种 压迫性更强啊 更强 所以说 走完这步棋之后 下一步棋也就相对也就变大了啊 那同样子 这个形状走完之后 白棋的下一手可能是飞在这里啊 飞在这里的话 对黑的这个脚 怎么说呢 这个形状不是特别理想啊 还有冲断什么的 那这边呢 黑的要走的话 压了一飞 这个形状显然就比这个飞要厚实的多 所以这个跳 就是是一种 怎么说呢 很积极的下巴啊 就是意思是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接着跟着我走啊 因为下一步棋很大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压的时候 为什么是只能今天不能长 如果长的话 就会下成一个这个图啊 冲断 然后顶 拐吃 那我们看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再去拖先的话 显然这个黑的这一串交换是 稍稍得了一点小便宜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 除非这个棋就是这个后势特别的不发挥 你认为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选这个图白棋 一般压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选的小尖 那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挤 现在是挤不到的啊 挤白棋一定是打起来 这个转换 是这个白棋是不会害怕的啊 因为将来这个棋还可以扳了虎啊 这味道很多 这个脚上 那么黑棋要想挤到这一下 必须先冲啊 这个冲了打 但是这个冲一下呢 就撞了一气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后面大家就发现啊 黑棋要么不走 要走就压了飞啊 以后我们再慢慢挤 这个挤总是黑棋的权力啊 挤成这样 那么就不用装这一气 会好很多啊 那么如果 你要拖线就直接拖线啊 所以这个棋 现在白棋跳 我们看这个十月怎么选择 果断拖线 下在这个中国流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小尖 那黑棋 哇 这个 龙哥啊 就是龙哥不走 寻常路 一般这个期间 我们现在正有紫的情况下 这个小飞会下得多一点啊 这个小飞 小飞一个 就是不给白棋有好的下一手 你压的话 白棋一定是糊起来了啊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十月下棋 既然是被大家称为场军一条龙 那这个棋风一定是很积极主动的啊 如果都是那种慢悠悠的啊 那这个如何去做到场军一条龙呢 不可能 所以这个地方他还是想抢一个先手啊 这个压了 扳掉啊 哇 之后再点一个33 这道棋我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我以为这个时候抢先手 应该是这里啊 应该是这里站一个 甚至这个直接加过来都有可能 再捞一票 这个可能以后长军一条龙的外号要改了啊 这个这么下的话 以后干脆叫长军三个角算了 很喜欢实地现在 白棋还是很简单 还是一场 黑棋这个地方要变化一下了 爬了想 希望能够爬了半 那积极主动一点 因为如果你还是飞的话 我们看这两个形状 太重复了 这个在二路脸对脸啊 其实我们三路脸对脸都觉得很重复 就是比如说这样的形状啊 三路这个跳脸对脸都觉得很重复 别说二路 所以他现在是爬了 想爬了半 这样留一个这个断吃的一个变化 结果没想到这个李东勋是接着长啊 不给你这个机会 长了四个之后果断脱鲜了 就是他还是觉得李东勋觉得这个局面下 我这个扳一下呀 未见得便宜啊 未见得便宜啊 留一个这个断打 再一个加上这个十月这种力量型棋手啊 他觉得这个给你一个这种挑起战斗的机会 我不愿意啊 后时一点 尝一个算了 稍微吃一点点小亏 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觉得将来这个扳起来的价值没那么大 因为这边黑白旗头已经长到这里了嘛 好 抢到了这个先手之后 果断的打入 这个打入 很着急啊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们看现在下期 这个很少会有这么着急去打入的啊 李东勋今天这个 也是面对十月 他也是下得很积极啊 然后黑的是这个 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攻击的时候啊 一般是把对方往自己后的地方赶 可能有的西游会说 我这里不是有后势吗 难道这个旗我们不是应该从这边过来吗 但其实不然啊 这个旗 这五颗子怎么说呢 你可以把它当后势用 但它实际上没有眼啊 并不活 所以你如果把白旗都赶到这边来的话 可能自己会有危险啊 那另外一方面 现在白旗这个地方很明显 是白旗的一片这个正式 或者说是一个 一片形式啊 有可能会形成时空 所以黑的从这边来走子的话 也希望是可以限制一下 白旗这边的发展 小飞 然后建起来 这个形状说实话 我还真没第一次见啊 这个这么着急就打进来 而且打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到底谁好谁坏 这个一下子也看不出来 跳 当然布局阶段一般来说 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招法 不会差太多啊 这个像这种打入 它肯定有它的价值存在 其实这个时候 我看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这部棋 黑的是不是也有可能选择这种下法 不知道 这个石哥 其实石哥这种 暴力型棋手 这种招法应该是第一感 我觉得 其实我 我以前也是这种力量型棋手 所以我的感觉是在这里 如果白棋穿 我们就冲 因为这个棋 白棋搬不到这一下 搬的时候被我们立一下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黑的是很成功的 这白的肯定不行 像这样 因为这四颗子 仅仅贴在我这个后室上 白的只能从这边搬 搬黑的立一个 白的挂过来 不知道这个棋 这样的话 判断不清 这个 我个人感觉这样下 反正如果我是黑棋的话 我很有可能会选择做这个 这个要用电脑看一下 才知道这个到底谁好 这判断实在太难了 因为白棋现在如果硬来的话 我觉得黑的是不怕的 黑的这可以断 也可以连斑 我觉得黑的都不是太怕 如果白棋单飞的话 那黑棋再回贴 我觉得这样是 很紧凑啊 这个白的形状也不好 好 这个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这个想法 当然实战黑的这个下法 也肯定没有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跳一跳 那这边 这边就是双方都 简单处理一下啊 没有什么 可以继续下的地方啊 价值不大了 这边已经 因为这个棋 黑的想弓 白棋也不容易 那白棋这个想 这个对黑的造成威胁呢 其实也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时候 由于这地方 白棋跳了几个字 所以这个拆边又变大了 所以现在赶紧抢这个 肯定是没问题 对 然后 李东勋同学 今天是异常的格外的积极啊 面对这个龙哥 可能想说是 你这个场军一条龙 我反正我比你年轻 我可不怕你啊 这个棋 并没有说是要稳一稳 或者怎么样 反而是 拿着白棋异常的积极啊 挂进去 小跳 这里是不让白棋借净 通常一挂我们这个棋 可能有很多这个棋手 或者棋名朋友就不动脑啊 一飞 觉得这个形状总是飞的 但恰恰这个局面 你飞 被黑的一把 被白棋一靠 这个很不舒服啊 这个被白棋借上净了 你越走 白棋越来近啊 这个棋 这边 这个你再怎么走 也没有多大发展啊 这个白的一旦连上的话 这两颗黑子就 出现了一点问题 所以这个黑棋 先挑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局部来说 稍稍有点委屈啊 稍稍有点委屈 所以现在我就在想 黑的当初这不拆 是不是 往回一点 会不会效果好一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跳 真的是 跳了三路很难受啊 白棋这个 马上这个套招 白棋这盘棋 并没有用这个套招 尖完一尖的套招 其实这个下法 尖了一尖 黑的这个棋 是比较难受的 比较慢这个形状 白棋就跳到这儿 很灵活 黑的再一飞 哇 这个棋双方 这个地方 别看这么简单的 几手交锋啊 这每一步棋的选点 都是挺难的啊 这个时候黑的 到底是尖这个 还是从这边来 这边来在哪里啊 玄检很多 这个 其实现在下期 就是怕玄检多啊 玄检多就犯错 空间就大 因为 这个 你这个人不是 电脑不是AI 对不对 总是会犯错的啊 其实现在下期 就比谁犯了错少 那你这个玄检越多 一方面说是 可以说是好事情啊 因为你的选择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 你选择多 意味着你犯错的 可能性就大啊 来这个剑刺 这个白棋等于是缓了一排 再来这个套招 那这两个交换 好像白的还是不错的啊 没有什么亏的道理啊 这两个交换 剑了一剑 然后靠出 很积极 这个 就是黑的当初这个拆 我觉得反正 布子卖的稍微有点大 可能这个 十月的同学 没有想这么多啊 他觉得这个地方 我总是要拆的 没想到挂进来之后 首先他可能没想到 白棋这么 快就挂进来了 然后再一个挂进来之后 没想到 好像很不好 很不好对付啊 这个把黑棋切割成两块 然后搬 哇这个 李东勋这个调子真是 靠一下之后再搬 就是说不怕你挖持啊 挖持我们就尝这个 你形状不好啊 这个这个花给你装 但黑的还是挖持 它不长了 看来我是这个 完全的误解了 这个李东勋啊 以为是要 在这里跟黑棋 展开一场激战 没想到 他其实是虚晃一枪 那这个靠一下的这个目的 我真的就是 应该看不懂了 看不懂了 那你单走这个黑的飞 肯定不怕呀 还是说怕黑棋铐断啊 说靠是想防靠断 如果这样的话 倒说得通啊 这个初棋无截嘛 你这虽然打一下 打赤 对这个打进去啊 这可能可能比较怕这个图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觉得这样 黑的很紧凑啊 这个靠断 所以靠一下 靠完之后呢 他又觉得这个棋出头 意思不大啊 被黑的一尝 他觉得黑的这三个字 总是不会死的 所以他是希望说是 能走成这样 先把这两个交换到 啊 那么我们再尝啊 这样的话 多了这个虎 对黑棋这块威胁就达多了 那么实战 他黑的走这个 他觉得不怕啊 他觉得我的活到里头 这个外头反正 都是浮云啊 没有木的地方都是浮云 啊 黑的抓掉 那这白棋肯定要拆一个 哇 这个招招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这个地时候 这个时候赶紧拆一个 啊 点 主动出击 这个 怎么感觉黑的第一杆 是在这里呢 这个飞不知道白的是怎么弄的 白的感觉要飞自这个 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是一场小转换啊 黑的贴这个 白的冲过来 啊 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是白棋的预想图啊 白棋觉得 你就得花抓了 这三个字已经厚了 那这个字我现在可以给你吃了啊 只是一点单纯的木数 可能十来二十木齐没那么大了 那么我这一下穿过来的话 我把这个就连厚了啊 这个刺完之后是 有一飞点啊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他就可以冲断了 那我们看这个黑的是不行的 这被冲断被 那下面被切割开 没有气啊 很危险 所以这个普通的一招点 暗藏杀机 白棋是在这里加强了一下自己啊 现在我又在理解 他为什么不抢这个了 抢这个 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太薄了啊 黑的可能要给他上 上招了这地方 所以他先加强一下自己 因为他认为这个花 还是挺厚实的抓了 打了站上 长啊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黑的只能飞 很灵活 这两下先手加强了 把这个段防住了 再长弯飞过来啊 还是把这三个子切割开 就是有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 这个时候 如果一味的这种 去补后的话 这个 被黑的什么 刺一刺很难受啊 太慢了节奏 没有木而且 他现在是希望这个通过 又把黑系这三个子分断之后 自身能形成一个联络 最主要是希望抢先手啊 刚才说这 这边这部棋始终还是很大的 很有价值 黑的刺 它 再一漏 这个地方 虽然黑的有一朵花 作为接应啊 但是 本身这两边 这个子力还是白系占优的 所以这个 十月也 没有太好的办法啊 黑系没太好的办法 然后白系再退一个 抢先手把这个搬起来 这个搬也是非常大啊 当初我们看 一人爬四个啊 这个搬也是 肯定是 一招很大的棋 连班 这个连班 你先手得力了啊 因为真子有力 真子有力的话 这个两个班 总是不会亏的嘛 这边现在它要 压缩一下这个白系了 不能让白系这么 飞上来在围 这个呢 这个控不得了 这个让黑系难受一下 这部棋 看你要不要尖回去 哇 这个 龙哥果然是这个火爆脾气啊 想这个让我难受啊 这个没门 直接就反击了 这个就完全就是 脱离掌控了啊 过来打长 哇这个长还要咬 那再调长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白旗好像下得挺凶的啊 黑的走了两个之后 白的再把你间断 不过话说这个黑的旗形 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间确实是连不上了啊 就这样一个形状很奇怪啊 我们看 非常奇怪 轮黑系走 好像一手也 很难说是全部脸上啊 我们除非直接压这个 但压这个 不是这个黑系的本意啊 这样白旗顶的搬过来 你还得从这里尖回去 就是十月一直不愿意 就是走这个肩 他要走这个肩 他第一天就肩回去了 那他这个 跟这个交换 他肯定不便宜 所以这个 有的时候啊 其实 下棋 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这个点一下 其实 无伤大雅啊 就是让白旗点了 其实你 还可以追求压一下啊 这样肩是不怕的 这样肩我们从这里搬 那如果他不管跳一好 长一好 我们再肩回去 其实这个气 白的也挺难办的啊 这个空 怎么说呢 围不是太大 不围呢 那白的又没有什么空 这个反击啊 这个一时没忍插这口气 结果这个 遭到了白旗强烈的反击啊 这个一场战斗就 虽然说 石哥这个不怕啊 场均一条龙有力量在不怕 但是 看着黑的还是挺薄的啊 这个地方 虎一个先手 这边是不是已经连不上了 我感觉黑的挺薄的 反正 这个 很惨啊 这连的从这里跳 但其实 严格来说 他这个连的 连是连上了 我们看啊 这个虎 就粘 靠就跳尖 但是很惨 我们看这连的啊 没有木薯 以后再被 这个打拔一下 好 但是无论 不管怎么样 先联络了 总是没错的 哇 这里东西真狠 先靠 忍不了啊 这个 龙哥觉得忍不了了 这个必须搬吃 煎过 实在太惨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棋的这个死活 就有点要成问题了 那等于这个肠就变成先手了 不然这个一粘 打了一粒 这块棋 不死也残了啊 还可以打了火啊 继续缩小你的眼位 这个是做活前先 先把这边的便宜先占了啊 这个棋原来是这么构思的啊 我想多了 我以为是 这个走完之后 是做活着 这块棋新手活 结果没想到 这个 黑棋是灵活了啊 那就是黑的中间 这七个子不准备要了 这个我没有想到啊 这个思路也很灵活 他觉得这个 先把这块活了再说吧 这个七个子 反正纯木树来说 二十木棋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是个棋筋 白棋吃了就全厚了 然后打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白的立下去是不行 应该是不行的 黑的一跳 一吃啊 这个棋 局部是个火棋 所以白的还得沾这个 白的也不吃 不着急吃 这个随时一沾 黑的就只能吃回去 然后把这个断死 白的先打这个 这里可以这么吃 比我刚才那个人 现在吃了好一点 吃完先把这个吃了 是吧 哇 那这个还是很愉快的 黑的再这么打了 粘上 然后再沾 那这个骑 场均一条龙啊 这个 师哥这个小龙 自己的小龙没了啊 那反正也完成任务了 场均一条龙嘛 不管大龙小龙 只要是龙就算 那这个 这一圈白系战斗 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 哇 这个吃了还是挺大的 最主要厚 而且这盘棋 说实话 双方都没有太大的目数 这个20目还是挺大 我觉得我要是黑棋啊 我要是黑棋 我这个时候 我肯定会补这个 肯定会补这个 虎 这个虎一个 这个20目还不止了 因为白棋刚才把这个字 也顺便割下了 又收了个关子 这25、6目了 这个必须补 这块棋 我觉得死 应该还是不太容易死的 再也在这儿 当然也好像也有点危险倒是 反正这个 我不是下棋的人 我没有包袱 可能下棋的人 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 也有点危险 那就说 说明刚才实战这个反击啊 这招反击 我觉得是 是有点问题的 这招反击是有点问题的 我刚才就给大家都强调了这个棋 我觉得它应该是 老老实实地接回来啊 是 是比较正常的下法 老老实实地接回来 这个实战 哎呀这个有点惨 主要是白棋这么吃实在是 让我觉得这个 黑的实在太惨啊 把这个字也吃掉了太 有点没人性 这个黑的等于单关脸啊 这个黑的等于单关脸 有点没有人性 啊 吃完之后 这个实地上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14 15 这个是20啊 27 8 9 33 13 33 34 35 36 36 37 38 40木棋的样子 白棋全盘 黑棋这个是 10 12 15 16 17 18 19 21 23 24 28 27 28 29 33 33 33 40木 啊 形式倒是也未必差啊 这么一看的话 黑的如果抢到这一招棋的话 木树还是很接近 那这个棋它棋子也可以啊 我没想到这个木树上它并不差 而且这个地方将来这个段还挺严厉的我感觉 因为白的这块没活嘛 好 那接下来看 也还是好胜负 只是说从心情上来说 是黑的是不太满意的我觉得啊 因为这个地方你抓的花这么厚 结果这个地方反而被这个白棋给吃了啊 心情有点不舒服 键 然后拌 然后这个地方白的这个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定型手法啊 这个 煎完一搬 这个一煎 为什么 这个棋啊 长完之后啊 这三颗子 就是 白棋我们看 经常是不怕加工的 因为它很有弹性啊 就是因为有这一煎 黑的很不好搬 你如果长的话 白棋 就搬完一搬 这个是长 和下吧 就就类似现在这个局面 需要做活的时候 这很容易就 这块棋就成活了啊 非常容易 因为这个局面白的不适合 先搬这个了 你先搬从这里搬下来没有意义 黑的把这一吃 把这一连 你这 没有木 也没有眼啊 所以可以先搬这个 实战黑的搬这个 白色也是搬啊 那 白的这个可以单搬这个 这个时候它就不用损这个 因为你如果这个的话 我搬下来 现在这个吃和这个吃就减合了 所以单搬 实战黑的是虎这个 那搬的再一搬 我觉得这个黑的这个下法啊 好像不如单场好 我感觉是 搬到这里还是挺难受的 这个木很多呀 这白棋 现在这个棋不就是抢木了吗 谁木多谁就赢了 因为已经战斗已经结束了 而且双方都拒厚 怪厚 就是一个木的问题啊 现在黑的是抢 搬这个 搜刮一下这块白棋 这个白棋也是非常简单啊 下面连这个搬都不搬啊 直接就连回 保老师是连回 十哥这两招棋走完 还是想搞事情 他觉得木处 他可能还是 有点信心不足啊 手管 他认为这个棋 可能还是要搞点事情 因为现在黑的先手在握嘛 这朵花还是想让这朵花的威力 发挥一下 因为白棋这块棋 我们看局部来说是 局部是做不活的啊 搬往黑棋就挡住就可以了 局部是做活不了的 这个的话就打吃 就粘上啊 这个地方很厚 点完拖 所以黑的是要利用自己的这个厚 还是要做点文章 然后搬 如果白棋冲黑的也是准备搬这个的啊 也是准备搬这个 这样的话 如果你虎的话 他这个打一下先手 他肯定是要断这个 他要把这两个字割下来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有借用 他觉得这两个字割下来 实际那就很可观了 因为这本来还白的还有个贴向 这个两个字一吃的话 等于省一手气 所以实际这个白棋也是 加一个 先把这个断防住 他认为这块白棋 应该总是不会死的 我们看一看 然后跳方 小剑 这个现在黑的断也没异 白的虎了一般先手 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做两个眼 所以利应该还是要利的 先不利 先尝这个 通 这个地方我们看看 这个 使鸽能不能有所斩获吧 这个棋 哇 这个难道是出现误算了吗 打的时候 白棋是 给你直接闷进来了 本来我觉得黑的肯定是想打了虎 这个 这样的话好像 黑的中间这一串是有战果的 直接把白棋分断了 结果没想到打的一瞬间 没打到啊 我们看一下 按理说 这种地方不太会出现误算 提 黑的应该也是有 有准备的 白的这个 注意只能接这个 你走这个被黑的一挤 先手 直接就活了啊 这个地方白的没气 所以只能沾这个 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让黑的活了 活了这个 木一下就不对了 大本银被破了 然后绊断 哇 这个就刺激了 咔嚓 呦 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 白棋是 是把这个弃了 这个没想到 在这 可能是不得不弃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还虎这个的话 还虎这个的话 黑的长一个先手 白棋得拐 然后 接完断 这个 要收气了 这个地方 收气 气应该还是白棋快 但是很惨 然后这边搬完再挂回去 所以 这个白棋是锁性 这个就不要了啊 那这个黑棋还是有所斩获的 但是 问题是这个线 这个贴下来变得很大啊 这个中间白棋一旦下厚了 这个贴下来就变大 虽然说木树方面是有所斩获 但是这个攻防逆转 然后另一个就是 黑的这中间还是 损还是挺损的 损还是挺损的 现在刚才20木中间 现在这中间快30木了 已经30木了 30木多了啊 损了十几木齐 小飞 白的把这个一吃 那这个棋就 马上就要进入关子状态了 那早知道这个黑棋 这个中间这个棋什么 都先别走 先断啊 可能这个石哥 没太想到啊 没太想到白棋这个不要了 可能他当时认为 这个白棋总是要要 这中间有点损的有点多了 就是打吃 其实打吃之前都可以断这个了 因为打吃白的不会沾 沾被一虎的话 这个被搬过来受不了 所以打吃之前就可以断 肯定情况会好一点啊 这个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越损越多 这个提一下也算 这个当时 这个不提的话 这两个不走 肯定会好很多 那白棋如果 退在这里吃 还是几吃在这里吃 这一下不提 至少差两木棋 这断一下 就可能又损一两摸 这还是亏挺多的 拐回去 这个局面下 三四木棋 有可能就是要决定胜负 打吃 战士上 我们来先看看这个木树的这个情况 这个转换完之后 到底这个木树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这以后算白棋冲一下 算白棋冲一下 黑的打回去啊 因为你不能算黑的直接打回去 这个打肯定打不到 所以这个有时候算木 我们就是双方平衡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猴是折瓣 这黑的只能点一 一木两木 这个反正有一边可以点两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 四七四八 四九五十五一八五三 六十六六二十三六四六六六六七八六七七 黑的七十木稍微强一点点 白棋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十二十三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三四四五四六四六四七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 六一六六六六三六四四八 那这个木数好像还是要稍微差一点 现在只有盘面五六木 还该白棋下 好像还是不太够 所以这个白棋就是很 很清楚的就 就把这个棋了 形式判断还是很准确的 黑棋虽然吃这个收获很大 可能二十莱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黑棋中间损了 然后再一个 黑棋落后手 这个贴完 这个扳下来也是很大的 所以你这两个一相加 可能就把这个底了 黑的等于这一串 这个种子来说 这个冲击好像没有便宜到 本来木数也就是稍差一点 现在还是稍差一点 而且还帮助这个白棋简化局势 所以他当初这个 可能应该先断掉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了 这个断虽然是局部很损木 但是你要想中间要发大招了 这个木的关系 这个局部这点木就不能太看重 好 白棋冲 这个虎一个显示这种 优势下的下方 那这个棋现在如果木数不够的话 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因为从哪里去搞一点木呢 好像不是太好搞 太厚了 这个棋双光动 就是如果现在黑的 那个木数占优的话 白的也是很难有办法的 好 我们接着看 打赤 看看 十月龙哥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 把这个木线围住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木线围住 红一下 黑的就是自己现在要 想办法掌木 还要限制白棋的掌木 这个扳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地方 白棋扳完一虎 这得挡 然后虎 打吃完粘 让这粘 粘不到 然后这个黑的 其实怎么办呢 现在 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 去捞木的地方 好像全局唯一 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一点小缺陷 所以当初这个棋 就是中间有点 让白棋搞得太厚了 这个棋就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断 然后打吃 这里如果穿的话 看看有没有什么 好的可能性 粘上 冲过来 白的就猴回来 好像意思也不大 这个地方 破白棋几木棋 自己弄出一个小负担 意思也不大 白棋是整个都连着的 我们看 非常厚 就是想让白棋 想让白棋回去收器 也很难做到 然后实际上是断 断就是准备 把这俩子弃了 然后再断这个 给白棋三 三四木棋 然后自己这地方 长一点磨 应该还是可以的 这个下法 打吃 再打 这个时候 大家就注意了 很多棋手下棋 这个随手棋 觉得这个形状 总是扑一下 很舒服 把白棋 打回去没意义 白棋这个地方 有眼跟没眼 是形状难看一点 木树是一样 那你扑了再打 现在白的就不一定粘了 因为你这多扑一下 这个提的价值 就小很多了 要小差不多 快两木棋了 这个价值一下就小很多 所以记住了 这个这种棋 在跟死活 没有关系的时候 这个就不要扑了 确保打到 不要为了过瘾 然后把这个立 然后 还行冲 哇 这个冲了半毡 还先手 这真是 有点不舒服呀 逆收三母 那这个也是逆收三母 那这个其他 还不如逆收这个 这个打的话 想办法 打结我觉得 好像黑的 现在应该是不怕的 一方面 空本来就不够 另外确实 结材好像也 也不怕 这里 这有结 这冲 这有打 结还是有一点的 那他现在应该立这个 这个如果打回去的话 就没有逆收三母 打回去 他就算把这个再沾上 把这个再沾上 或者虎一个 那这个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这个等于一个后手 一二三四 后手四六三母 那这个逆收三 不过也差不多啊 后手四六三母 跟逆收三现在也差不多 因为你逆收完一个三母之后 你可能接下来没有三母给你了 差不多 你这个 然后搬沾 这里还有个大旗 哇 那这个尖了一袜 这个一袜之后 这个是最后一手了 哇 那这个其实真的很大 我们看 这个只能沾回去 只能沾回去 如果黑的猴这个的话 我们看这里 现在是两母三母四母 如果黑的猴这个的话 六母 刚才是四母 你说两母 也还好 也还好 你说两母 这个也是 你说两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棋 最后到底是差距多少 看看这个之前 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机会 现在这个是 一二六 十二十三十 四十 四三四四五五 十五十一 五二五三五四五五 六十五 六十六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六 这个做个团道的话 七十七 七十七 那感觉这个棋 也没有那么大差距 十十一 十四 十五十七 十八十九 二十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五三六 四十五 十 五十七 五八 六十 六十七 六八六 七十七 七二 七三 那确实不太够了 七十七 的七十三 就是 盘面四母 轮这个白棋下 那确实是 差距还是有 还是有的 所以确实是要认输了 也比较有风度啊 这个十哥下棋 比较大棋 你就知道 长均一条龙 输了就是输了啊 没必要这个 坚持了 那么这个棋 黑棋这个 主要问题啊 我觉得可能是 出在这个反击 当初这个白棋 这个点的时候 对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退一步 海阔天空吗 这个棋 其实上来 这个拔花 这个转换 谁便宜 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 但是感觉是 白棋还可以啊 白棋这个挂进来 一开始 这盘棋 李东勋总的来说 下得很积极 然后 这个拔花 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关键就在于 这一下的时候啊 这个 十哥 这个 这口气没忍住啊 爆脾气上来 然后选择了 这个反击 最后我们看 这个反击 其实不太成功 反击了半天 自己这一串 这一串小龙死进去了 就开个玩笑说 这个十哥 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这个长军一条龙 不然这个平均数 被降下来了 这个是开玩笑 当然这个 实战中 这个忍 忍让一步 确实有 他难受的地方 但是像这种反击 确实要很小心啊 因为 我们看这个黑的整块 这个地方 他一直是不联络的 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反击 确实是风险 也是有的 那实战这个 小龙被吃了之后呢 就形势一直是 稍微差一点啊 后面这中间搞事情 是让这个局面是 就是 彻底就 没有变化了 就直接就 下完了 我们看 从现在这个目数来看的话 盘面四目 轮白起下 那这个差距 可能在五目起左右 那五目起左右 这个转换完 被搬到这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没机会了 因为后面的关子 不可能有这么大差距 还没有这个 有这个差距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 搞事情的时候 其实 我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舍不得孩子掏不着狼 对 这个当时搞事情的时候 就应该 下点狠心啊 这个想先断 其实后面这个 插五目起左右的话 如果 他当时这个不打 当时这个情况 这一下如果不打 他直接断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 作为白起来说 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 这下不打 直接断 这个时候白起到底是 做过这个 还是直接转换 这个时候 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后面黑起又损了两下 这个 就 就白的就很清楚了 因为又损了 这两下 我刚才给大家判断了 这差挺多的 有可能这 差距就在这里 那么 最后的结果 差五目左右 如果这两下 四五目不损 就很接近了 这时候 你要下一个决心 就很难了 对于白起来说 那最终很遗憾啊 十月这个棋是 没弄好 最后转换 吃了之后不便宜啊 被白起贴完一般之后 这盘棋就 后面就没有机会了 那最终 这盘棋是这个 李东勋还是 下得不错的啊 我们也要恭喜啊 这名这个 韩国的这个实力派新锐 能够这个 战胜咱们中国的 世界冠军也不容易 那么 十哥反正我觉得 下棋还是应该 保持他这种 一如既往的这种风格 好 那这个 今天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欢迎大家的收看